大家好,我是冲神,欢迎收睇冲先生的频道 今集的内容都是与日本排放核污水有关的 关于日本排放核污水,我已经做了九条影片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重温一下 尤其是福水难收,可能是现今最齐全 反驳日本排放核污水的理据谋误上下集 里面对整件事的来龙去墨有详细的解释 关于日本排放核污水的理由 有很多支持的朋友说到其中一个支持点 就是关于日本人的诚信 当然,我不否认有信用很好的日本人 但如果要以日本人的诚信 来包装核污水排放的安全性 还要相信未来30年都不会出问题的话 抱歉,我接受不了 今天我们来看看日本人的诚信 看完之后,我们再评估一下 这个不可逆转的30年核污水排放计划 它的直播率到底有多高? 今天开始之前都提提你 记得按右下角红色的小孩订阅我的频道 按旁边的铃铛,选择全部 你就不会错过我任何更新了 关于我的纪念品网店 可以回到我的网站冲stop call 了解 而影片简介和片尾 都有不同的方式和社交平台去联络我或者支持我 不阻止大家太久了,我们直接进入主题 以下的内容全部都是新闻报道 在2004年,30汽车工业涉嫌隐瞒车体设计的缺陷 它们生产的卡车、巴士、拖车等大型车辆 在1990年代起,发生了50次行走中轮胎脱落的事件 在2001年1月的脱落轮胎事件中更是击中奴人至死 那它们始终解释为是使用者准备不够完战 就不是车体结构上的缺陷 在2013年10月,总公司位于大阪 旗下有50间饭店的日本版级版神饭店集团 被踢爆用造假的菜单去验人,时间还超过7年 造假的菜式多达47种 例如用急冬的鱼扮成市场直送的鲜鱼 又或者用平价的飞鱼子、鱼木混珠成为红鱼子像 两只差价差20倍 看起来由花分布坤云、美味的牛扒 其实是用人工灌入脂肪的肉片等等 在2014年6月,日本三菱汽车爆出造假丑闻 在汽车油耗数据上造假,涉及的车辆接近62万5千部 三菱汽车的社长商川哲郎举行记者招待会道歉 2017年10月,为日本的汽车、飞机和子弹货车 提供原材料的神户制降所 承认它在铝和铜的产品质量上偽造数据 并承认由2016年9月到2017年8月期间 员工删改了铝和铜产品的检验证书 删改是为了令产品看起来 好像满足了客户提出的制造规格 包括抗拉强度等等重要性能 同时都追索到10年之前的其他数据偽造事件 但却没有透露它发现的数据出入的大小 2018年7月,日产坦诚它蓄意变造了部分在日本製造的汽车 灰气排放量和油耗数据 并承认对造假的丑闻进行全面的完整调查 但却没有透露有多少车辆受造假影响 2020年12月,三菱电机表示 它们曾向欧洲的车企出口大量不符合当地规范的汽车零部件 而且存在偽造相关的文件 持续时间到三年之内 2021年5月,三菱电机被爆出 将215万件不满足安全认证标准的电器设备部件 提供给很多间国内外的客户 2021年6月,三菱电机公司位于长期的一间工厂 在列车空调批量生产或出厂之前 未按合同约定进行产品检验 而是偽造检验数据 另外,这间工厂还对空气压缩机检验数据造假 日本三菱电机社长参山武士引咎辞职 2021年2月16日 日本汽车零部件巨头 《楚光制动器工业注释会社》公告说 在国内工厂生产的刹车装置和零部件中 存在着11万4千起不正当的行为 包括删改检验数据等等 这些零部件中有5千件未能通过质量标准 而这些产品已进入到丰田、日产、本田、万事得等 十间日本知名车企的内部 同时更令人震惊的是 《楚光制动器》在日本本土的4间工厂已承认造假的行为 包括删改或捏造检查数据 并且在2001年已开始存在这类行为 持续了近20年 在2021年2月 日本药厂小林化工旗下的一款 治疗脚线皮肤病的口服药 因为生产时不小心混入了安眠药 导致200多名曾经服用的患者健康出现状况 其中两人甚至死亡 当地监管机构调查时 意外发现小林化工500多种产品 竟高达8成有偽造纪录 造假时间畅达40年 2021年12月 日本旗浮院生鲜食品批发商高山水产青果 被曝光将中国产的鲜鱼 毅造成日本外资源生产的鲜鱼 批发给零售商 并且造假至少持续了5年 高山水产青果承认了政府的指控 并且解释由于日本鲜鱼的产量不足 没办法满足顾客对日本鲜鱼的需求 因此才在中国进行 有鲜鱼来补货 并且已造假至少5年 其浮院的政府下达指示 要求批发商根据日本食品相关法案进行整改 随后公司的负责人东勇龙召开记者招待会 向消费者鞠躬道歉 为相关人员和消费者造成困扰 并且采取措施防止同类型的事情发生 2021年12月22日有企业中的员工踢爆 日本知名企业日纳製作所旗下的子公司 自动车零件製造商日纳 Astemor 涉嫌在定期试验中使用虚假数据 包括改写产品的数据后出货 受影响的汽车零件包括刹车零部件和汽车悬挂系统 数量分别为5万7千件和1千万件 根据日媒的调查 这些零件是提供给日本国内16间主要的汽车制造商 当中包括丰田、日产、本田等香港熟知的品牌 他们山梨院、山梨工厂造假的事件 由2003年10月开始到2021年3月期间 影响了大约5万7千件的零件 日本福岛远、福岛工厂生产的汽车悬挂系统 亦涉嫌造假 当中包括在2018年4月以来 向14间车厂提供大约480万件不合规格的产品 另外也有420万件在检查时更改判定温度 在110万件改写要求值的容许范围 以及259件改写产品数据后出货的事件 2022年3月 日本丰田、Toyota集团旗下的货车品牌 日野、Hino 传出有4具动力系统 在日本取得认证测试的过程中 造假引擎排放和油耗数据 日本国土交通省 在8月2日正式公布相关调查结果 根据调查报告指出 日野、Hino 旗下造假引擎排放和油耗数据 最早的时间可以追溯到2003年起 换句话说 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 2022年10月20日 多间媒体曝光 日本三菱电机公司 产品检验数据造假 而且造假时间畅达三十多年 针对那件丑闻 日本三菱电机公司发布声明 将会处罚22名涉嫌数据造假的 现任和前任高管 根据多间媒体的报道说 外部专家小组的最终调查报告显示 三菱电机设在日本的22个生产基地里面 有17个存在检验数据造假等等违规的行为 一共涉及197宗 其中112宗是蓄意行为 62宗是涉及管理人员 因为这样 三菱电机决定降低包括现任社长 七间启在内的多名现任高管的月薪 同时要求涉事的前高管返还部分的薪酬 在2023年1月11日 日本每月新闻网站报道 相当于日本版NASA的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爆出伊斯出身的古川冲研究造假 机构中的三巨头月薪被减10% 并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大众道歉 2023年5月2日 中央社东京三日综合外电报道 日本建筑公司红菊组公布 和其他公司一起组成的合资公司 在施工中的北海道新干线隧道工程 发生混凝土品质试验报告造假的情况 因为混凝土的强度可能未达标准 红菊组等等正在调查 北海道放送报道 负责隧道工程的红菊组等组成的红菊合资公司 在进行混凝土品质管理测试的时候 应该在三个地方实施必要的试验 结果只是在一个地方实施 还方报说在三个地方实施了 不止一次造假报告 铁道运输机构的负责人员 在4月20日到现场查看情况时发现有异常 要求红菊合资公司报告实际情况 红菊合资公司在4日后坦诚造假 临单只是企业的 人才都可以造假 2014年2月被誉为日本贝多芬的50岁听将族国家 佐川河内守 坦诚18年来的作品都是枪手操刀 他的枪手亦都出来道歉坦诚自己是共犯 提供20首歌去获得700万日元 还爆料从来不觉得佐川河内听不到东西 说他根本在扮聋 2015年11月日本早稻田大学宣布 正式取消STEP细胞学术造假事件的主角 小布方程子的博士学位 学校方面认定小布方程子的博士论文存在问题 要求他在一年内进行修改 但最终校方认定修改后的论文 是未达到博士论文的水平 以上只是一部分关于日本企业和日本人造假的相关内容 所以不要告诉我东电一定不会造假 像是之前福水难收的影片我都举证过 别说核污水的数据 他们连教科书和历史都可以散改 还有什么不可以改呢? 那么在他们自己的利益面前 道德、安全、生命 对他们来说 有什么是重要的呢? 如果日后核污水污染了海洋 又或者令到人类发生了什么事的话 他们除了一字牌开鞠躬之外 有什么他们可以补救到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一下 你们的赞好和留言互动 会令到我的影片更容易被推送 所以不要论识你们的意见 我今天要说的就是这么多 喜欢影片的朋友记得帮我赞好留言和分享给朋友 加入会员每个月一杯咖啡的价钱 就可以支持我们频道继续营运下去 现在YouTube影片的右下方 还多了个Thanks 的按钮 给大家支持这条影片的制作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W will be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我们下居大家的时间 继续缝 我们下来 我给大家解采